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部分一样是有一定的摩擦力和抗指纹能力 露出来的亮面也能让你成为街上最亮的仔 可以这个颜色真的不是我的菜 今年即便是我这种浅色控 也更加推荐黑色 商务机搭配黑色 质感真的更加出色 避免还有一个较大的改变 就是字体从Mate 20上的数值排布横了过来 和P系列一样了 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你平时拍照的时候和奥利奥一起 会给你一种暗示 这是一部拍照旗舰 比以往任何一部Mate都更像卡片机 华为对消费者心理和一些品质感上的把控 才做得非常好 但是毕竟不是旗舰 总得在一些地方阉割 体现差异啊 那就只剩正面了 哎呦喂 9102年 刘海评 对比Mate 20的水滴居然还倒退了 这应该也是今年发布的 唯二刘海评安卓旗舰 其实本人对刘海评并没有什么偏见 美观则也在一定程度上 给使用价值做出账簿 比如iPhone和Mate 20 Pro和Mate 30 Pro的Face ID 我都辛难接受 但是Mate 30上面这个刘海 并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更像是精准刀法的体现 查看官网也只有前置摄像头的参数 目测另一个应该是姿态感应器 IMX332 用来实现AI隔空操作 但很抱歉啊 我没有何同学那么聪明 至今仍然没能熟练掌握这个功能 打鼓了半天也就能截个图而已了 就为了这个景在拍演示视频的时候 才能用得上的隔空截图 就让我忍受这个刘海 这很难说服消费者 边框材质为铝合金 下巴很窄 和iPhone XS差不多 仅次于三星Note 10系列 官网手机里除了魅足 不是曲面玻璃就意味着塑料包边 华为也不例外 索性边框过度还算出色 用手滑动并没有歌手的感觉 外观总体来说 中规中矩 但是缺少这个价位 或者说高端品牌旗舰 该有的品质感 除非你的做工能达到iPhone的水平了 不然现在而言 曲面屏虽然不实用 但是对营造档次感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这也是现在4000元档 甚至以上价位的安卓手机 都用上了曲面屏的原因吧 讲完了外观 我就要讲讲个人认为 华为今年最大的升级 EMUI 10 这是EMUI的一小步 却也是华为的一大步 我等这个更新好久好久了 EMUI 10 基于安卓10.0 所以Mate 30也是第一步 预装安卓10.0的手机 我喜欢EMUI 10.0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颜值 华为的系统终于回归了主流的审美 更加的年轻化 对于功能足够丰富的EMUI来说 这就够了 是 没错 我也承认 EMUI 10 上 多多少少有一些其他UI的影子 但实话说的好 既然打不过它 就加入它 要学 就学那个做的最好了 人们没有必要为谁抄谁 炒得不可开交 因为消费者 是唯一在这个过程中 胜利的群体 EMUI从来都不缺什么功能 相反 这是一个以前 除了设计语言外 其他功能都高度完善的系统 今天我就来讲讲 EMUI 10 上 那些我比较常用的功能 有的功能是以前就有的 有的是原生安卓的特性 有的是仅支持Mate 30 但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观众能知道 现在的Mate 30能干嘛 有哪些缺点 闹的目的就达到了 华为Mate 30 知识渐变色 西平显示 可以根据当前的天色 改变西平字体的颜色 这不仅仅是花里胡哨 对于一些不喜欢开24小时制的人来说 你可以一打眼 就看出现在是AM还是PM 当然了 我还是发现了它做的不够完善的地方 当它显示两个时区不同的地方时 它两个地方 都会展现当前所在地 时间的天色 而配分了两个 iPhone有AirDrop 华为有自己的华为Share 但是仅仅支持华为手机 这里可能有的人会问 品牌只是自家的产品 不是很正常吗 市场没错 但小米、OV都已经达成合作 支持跨品牌的隔空投送了 虽然华为也尽快加入大部队 之前说过 最新的EUI10 基于最新的安卓10.0 所以就少不了10.0的新特性了 个人认为最有用的是 安卓、中鱼能和苹果一样 设置为仅在应用打开时 允许它读取手机当前的位置信息 这个功能 尤其是为读流转件极多的国内而言 绝对是刚需 在没有这个功能的时代 读流在后台偷偷自己 读取你的位置信息 而恰好 高精度位置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你手机的电量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减少 待机续航就这么雪蒙的 所以我说 厂商互相借鉴得益的 终究是消费者 但依然有两个很实用的原生功能 到了华为这里 被偷偷砍掉了 第一个就是通知分类功能 自动分类应用通知的层级 一个是重要通知 一个是次要通知 次要通知有点类似于苹果的饮食推送 就是它不会有声音和弹窗 但会出现在你的通知栏里显示 如果你觉得归类不准 还能够长按改变通知的属性 这个功能是对于垃圾信息成天飞现象 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 然后就是类似iOS的全面屏手势 不管谷歌怎么解释 都改变了这个东西 和iPhone那个几乎一样的事实 自由滑动切换应用 上滑回到桌面 上滑悬停进入多任务 多么熟悉的操作方式 试证明 这就是最直观 最容易使用的全面屏手势 甚至可能没有之一 在此基础上 还采用了MIUI的侧边返回 不管是抄袭 借鉴 还是凑巧 谷歌就是做了一件 对消费者非常友好的事情 将这套操作 内置于原生安卓里面 让每个用户 都可以享受 人机交互升级 带来的便利 然而这么好的东西 到华为这里 居然被砍了 被砍了 天呐 连给我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ColorOS至少还有一个 快捷返回上一个应用的操作 MIUI就只能进入多任务里切换了 最后还有两个很细节的小缺点 因为UI会显示 单个应用里的不同通知来源 但这也不会告诉你 具体每一项推送的 具体数量 使用户不能准确的 关闭对应的垃圾消息窗口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话 UI的广告也就很难推送了吧 我希望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如果是的话 就意味着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功能都不会被改进 其实就是现在 依然不支持下滑进入通知栏 对一部大屏手机 这个功能相当反人类 我就说这么多 因为这就是我的现实应用场景 在我看来 EMUI10现在是一个功能齐全 设计美观的系统UI 但在一些小细节上 还有在提升 可以说我能看到 华为的系统工程师做出的改进 不管像谁谁谁谁谁 最起码能看到他们的用心 当系统不再是华为的短板了 也不再成为阻止消费者 购买华为的理由 这是通过系统粘性 有助用户的友商 一个巨大的挑战 终于来到了华为的主场 拍照 Mate 30配置和P30完全相同 还熟悉了主摄 超广加长较的 莱卡正式参设系统 受到联名认证 华为玩的那要一个炉火纯青 这种合作能给产品带了多少提升 我不清楚 但不管是保时捷 还是莱卡 这些品牌 都是各自在彼此领域的佼佼者 和他们合作 也绝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给钱就行这么简单 联名或认证是一种双赢 所以华为能做到 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回到正题 全开以自动模式和AI 自动测光 自动对焦 晚上部分场景 打开夜景模式的时候 会有特殊说明 先说Mate 30在白天的表现 可能是星际的优化问题 表现不算出色 光线良好的条件下 主摄的解析力不错 和一家半斤八两 很难说出哪个更好 动态范围就比较一般了 明暗反差较大的场景 倾向于拉高整体 尤其是暗处的曝光 但仔细一看 其实涂抹感很强 细节丢失 而遇到逆光时 高光基本都压不住 天空过曝是清晃出现的现象 即使是大家都过曝了 华为也会比别人更加严重 并且 Mate 30的镜头素质也比较差 这些场景出现严重的紫边现象 不知道我手上这台是不是个例 超弯角比一家更广 但在光线良好的细光场景 细节也会崩盘 熟悉的暗部强行拉曝光 提升第一光感 实则都是涂抹 和主摄一样的逆光死 主摄看不到的他也一样看不到 宽度永远比别人差一个档次 长焦道的表现还可以 至少解析力和别人五五开了 清晰度没有出现超光角那种雪崩 但动态范围还是比较一般 华为还有一个问题 三摄的白平衡和四海统一 做的都不是很好 三张图片三种颜色 但是晚上才是华为的主场 在常规的夜景 华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且居然比一加还红 甚至把白天涂抹的问题带到了晚上 打开夜景模式 虽然该红还是红 但涂抹会有所改善 白天动态范围一般的劣势也延续了下来 高光压得不够好 在焦岸的场景里 华为的夜景动辄7秒左右 和纪念比反而还增加了 对一部没有光学防抖的手机来说 这个时长还是相对容易糊片的 但是一旦到了极限夜景 华为就会展示它真正的实力 普通模式比别人的夜景模式还强 碾压级别的 更何况打开夜景 你不服不行 华为超广也支持夜景模式 有点神奇 在焦岸的环境下颜色还原非常到位 到了极限夜景反而特别差 感觉开和没开没有区别 一圈看下来 Mate 30的表现还是很符合我们对它的预期 和P30比没有太大的区别 白天一般 但在极限夜景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 对了 也像所有的样张都基于这个铺件版本进行测试 说不定华为哪天就更新了系统优化相机了呢 在视频录制当天 花生的Mate 30 Pro就收到了系统更新 为了看了下我的 刺激剑真就不如狗 我手上这台Mate 30正面搭载了三星的6.62寸 1080P OLED屏幕 谢天谢地 这是三星 屏幕只是低吸调光和智能分辨率 低吸调光可以看个人的需求 开启或关闭 但是智能分辨率个人建议还是关了吧 这个屏幕大小 1080P不能再低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自然色彩显示 在P30上丢失后 这次又回来了 其实大概就是iPhone上的云彩显示 很多顶级安卓旗舰都没有 华为能做到我还是很感动的 因为5G版本还没开卖 我的Mate 30搭载的是 基于第一代7nm工艺的麒麟990 CPU对比麒麟980可以说挤牙膏 GPU则从G76 MP10提升到了G76 MP16 但毕竟980已经足够强了 因为主流的游戏都没什么压力 更别听960了 我反而好奇的是它的续航表现 这可是4200mAh 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一轮实测下来剩余电量60% 仅次于6000mAh 开了60Hz刷新率的ROG2 管有一种续航 叫做Mate 充电也同样优秀 用标配的40W充电 成绩如图 我长这么大 还真的没体验过这么快的充电速度 很爽 说到这里 大家对这部手机应该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什么短板的旗舰 但除了极其优秀的夜拍 也确实没什么优点 因此Mate 30的吸引力 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大 我很难说服自己 用一加7 Pro换成Mate 30 这部手机 我也只会推荐给一种人 那是想买华为的最新旗舰 却又预算有限的人 华为旗舰很好理解 不然同价位一加7 Pro 是更值得推荐的选择 先说为什么是最新旗舰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使用 我觉得Mate 20 Pro 越来越香了 Mate 20 Pro的外观 即便放在今天 依然不落伍 甚至品质感 要比Mate 30强横不止一筹 它有2K屏 感谢P30 Pro 让我接受了Mate 20 Pro上的屏幕 还有双声声器 更高端的做工 如果你觉得它拍效不够好的话 P30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Mate 30的同款镜头模组 加上小小的机身 多然它在今天把我有一定的竞争力 并抛开5G不谈 910对比980的提升 真的不是特别大 尤其是日常使用的时候 至于华为最大的改进 越用越时 它们也能享受到 如果预算充足 建议一步到位 直奔Pro 那个质感要比这个强太多了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有什么不好的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区反馈 我每一条都会看的 有着改之 无着加免 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也欢迎通过不同的平台私信我 尽住哭喊和知乎啦 以后一些文章会优先发布在那里 想看视频的话 还是要关注B站和YouTube边 因为一些原因 以后所有的视频都会添B站 半天到一天的时间首发 感谢大家的理解 哦对了 还有花生的钱与小店 就要进行各种全新的手机和配件 包括所有的商品 有一说一 价格动证 同手无期 我来花生说 不要怀扭下 咱们友人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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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